这么好的待遇,说出去想做的人多了去了,吃穿住都管了,那每个月的工钱可不都是净落到手里的,一年下来,扣除顶多二十块钱的花销,最少也能攒个一百块钱了。 城里的工人虽然一个月能有三十多块钱,但是扣除吃穿,一个月也顶多只是攒个十几块钱而已。 这活儿不说是在村里,就算是在县城,估计好多人要削尖头挤破脑袋都要去了。 陈寡妇心里一算,立刻就觉得有些紧张,自己的条件跟任何人比,都是很差很差,别人怎么可能会要她呢? 陈大娘,能做事的人是很多,但是能让人放心的人确实不好找,我相信你的人品,所以想让你去试试,你愿意去吗? 穆秀非常认真的看着陈寡妇说道,我愿意,我愿意去,让我干啥都行,只要能带着小莲。 秋彩云头点得飞快,她说完后心不由自主地开始砰砰跳了起来,不过陈大娘, 我有丑话说到前面,适用七十一个月,你先看看你能不能适应,如果能适应,那就继续做下去。 如果,穆秀委婉地说道,我懂,我懂,我一定会努力让东家满意的。 秋彩云拍了拍胸口,好,那就先这么定下来了。 穆秀拍板决定了,那啥时候去啊? 秋彩云问道,还有十几天就过年了,等搁完年就去。 穆秀算了算日子说道,成,这是家里的地。 秋彩云今年也要了地。 她跟陈小莲两人分了六份地,前段时间她都食都好了,小麦也种下了,这会儿她还有些舍不得。 这个你不用担心,你家地我们就先照看着,平日里浇水除草,我们就先搭把手,等到收小麦的时候,你再回家来就行。 穆秀早就想好了,哎呀,真是,我,我…… 秋彩云伸出手,把夺矿而出的眼泪擦了又擦,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平静此时的心情,她除了哭,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好了。 穆秀伸出手,拍了拍秋彩云的肩膀,穆秀能理解秋彩云此时的心情,现在就好比一个人处在泥潭最深处,有人冲她伸出了手,把她往外拉。 穆秀不求秋彩云能感激她一辈子,只愿这个苦难的女人能不忘初心,认真做好事情。 毕竟,穆秀也只能给她一个机会,后面的路全要靠她自己。 等到陈寡妇离开时,穆秀把包子给她让她带走,陈寡妇是抹着眼泪离开的。 县城里,周杜娟和宋顺利都看起来轻瘦了不少,毕竟晚上两个孩子闹腾,早上又要到店铺忙活。 从早到晚,两人忙得跟陀螺一样,转个不停。 杜娟呀,顺利最近怎么了,怎么每天都大半夜才回来。 孙玉凤坐在一旁嗑着瓜子,对正在扫地的周杜娟问道。 口口香零食店已经开张半个多月了,孙玉凤老两口白天都在上班。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,周杜娟就抱着一个孩子先匆匆赶回来,把饭做好。 宋顺利也随后抱着一个孩子赶回来,等到公公婆婆中午吃完饭,下午去上班的时候,他们再赶紧赶到店里。 傍晚的时候,宋顺利把周杜娟和两个孩子送回去之后,一起做完饭,她就又赶去零食店。 如果哪样零食卖完了,她还要再补货,所以经常很晚才能回去。 妈,顺利她一个大男人的事情,我也不敢多问,怕她生气。 周杜娟一副委屈的小媳妇呀,你是她媳妇,你就这样不关心你男人。 孙玉凤没好气地说道,妈,是你教我每天闷头干活就行了,不该问的别问。 周杜娟更委屈了,你,赶紧扫完地哄孩子去吧,吵得我脑壳疼。 孙玉凤一时语色,她决定今晚亲自问问宋顺利。 周杜娟点了点头,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。 不过,孙玉凤并没有等到宋顺利。 她工作了一天了,加上岁数也大了,实在是精力有限。 在十一点多的时候,终于抵挡不住瞌睡,先睡下了。 宋顺利是凌晨一点才回来的,孩子们都已经睡下。 周杜娟听到动静,披上衣服坐了起来,借着月光,对着那个捏手捏脚往屋子里走的人轻呼一声。 顺利。 哦,宋顺利闷闷地回应了一句,走到床边。 今天怎么这样晚? 周杜娟看着走进来的宋顺利,心疼地说道。 宋顺利满脸透露着疲惫,但是语气中却是压制不住的兴奋。 她握着周杜娟的手,悄声说道。 今天店里生意好,零食全部买完了。 有个老主顾,爆米花全包了,还又要了一百斤。 我炒完,给她送过去了,又把明天的零食补补货,这才回来晚了。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,虽然赚钱,但是人会熬不下去的。 而且今天咱妈问我,你最近在做什么了? 周杜娟也压低了声音说道。 那,你,你说什么了? 宋顺利一脸紧张地说道。 我说你没对我说,然后咱妈说等你回来了亲自问你,不过她已经睡着了。 这些日子,我算了算,总够收了一千七百个多,把房租和咱大姐家的利润抛出,咱们到手有九百多。 宋顺利的声音里都是喜悦。 这样多? 周杜娟惊讶地提高声音说道。 宋顺利吓得赶紧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。 周杜娟每天都回来得早,没日的盘点都是宋顺利在做,对于账目,她并没有多问。 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比咱爸咱妈辛苦上一年半的工资都多。 不过,原材料都是咱大姐家送过来的,暂时没花到钱。 等到时候分钱的时候,再细细算账。 就算把那点十五元材料算上,咱们最少也能到手六百多吧。 周杜娟第一次拥有这样多钱,这会儿整个人都处于兴奋的状态。 以后会赚的钱越来越多,咱们看长远,稳着来。 宋顺利理解周杜娟的兴奋,她这段时间也是这样的。 等咱妈问了,我就直接说了,咱们正好搬过去住,不然这样来回赶,太辛苦了。 宋顺利接着说道,咱妈咱妈会同意吗? 周杜娟内心也是非常想搬出去住的。 宋顺利man牛奶 加务二半